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一星老师 今天的继续我们一星说一 实用八字命理从入门到精通的第九讲 在这一讲呢,我们主要讲一下 怎样分析八字命盘 我们讲了八字命理的基础知识 讲了八字命盘的构造 讲了八字命盘的核心、诗神 讲了大运、流年、小运的排列方式 星煞的排列方式 那么在这一讲呢,我们重点 结合着我们第二讲的内容 我们这个八字体系呢 不取用神、不看旺衰、不看格局 基本上是摒弃了现在流行的 和古代传承下来的八字命理分析的方法 那我们该怎样去分析一个八字呢 怎样通过八字命盘去解冻命运 并且达到80%以上的准确率呢 这一讲,我们就通过具体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 结合着我们第二讲讲的 分析八字命理的16个方向 进行一个综合的演练 好了,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八字命盘,对吧 在这个八字命盘当中 最基本的是出生人的性别 出生的出生时间 年月日时 再加上他的一个出生地 这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八字命局 这就构影了这样一个八字命局 在这里边的元命局的 主要指的就是 有我们的出生时间 转换为天欢地支之后 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时柱 以及呢 通过时柱 推出来的空王的信息 拍出来的星煞,神煞 以及五行之间的比例 这是呢 是我们元命局的特征 那么在大运这一块呢 指的是动态的 根据人的这个出生时间 与性别 还有他的出生的年份 是阳年还是阴年 结合性别 决定大运是顺行还是逆行 然后呢 再根据顺行逆行 计算出他大运的起运时间 得到了十年的一个运程的特征 然后呢 是再根据时柱 怎么样啊 排列出小运 大运 流年 小运 就构成了我们命局分台的 分析的一个 动态的因素 元命局为静态 大运呢 为动态 然后呢 元命局可以带星煞的特征 同样的大运流年 也可以带星煞 神煞的特征 只不过呢 元命局 他决定的星煞呢 神煞 决定了我们特定的地域 特定时间的一个特征 而大运流年呢 主要指定了特定的时间段 他呢 没有地域的这样一个特征 所以说这是我们命局 分析各个模块 各个点 他的一些特征 那么我们知道呢 元命局分析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我们人生 一生机遇的一个分析 一生机遇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通过元命局呢 分析一生的趋势 这个八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能量 冲向 以及这个八字 他说代表的 好的一方面 不好的一方面 那么呢 这是元命局的第一个分析方法 通过天干 突出的时神分析 第二个呢 通过天干 时神的深刻分析 我们在时神详解的时候 重点讲了时神之间的一些深刻 比如说商官配印 时商生财 正印 刻商官 生偏财 这样一些组合 这就是时神格局 我们分析的重点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要通过五星 对吧 五星的这个组合 分析我们命里的先天性的因 和今生所承受的果 这就是呢 我们今生为什么财运好 为什么感情不好 为什么身体上 某一部分容易出问题 这就是我们通过五星 去分析先天的因 后天的果 包括身体健康 包括人生机遇 包括人生的各个方面 这个呢 也代表我们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方向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做一些通过星煞 对吧 分析具体的一些细节定位 分析细节定位 第五个呢 我们通过注位 分析人生在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的地域 说呈现出来的命理特征 做到一个有选择性的分析 牺牲我的命运 第六个呢 我们通过性格 对吧 通过圆命局的组成 分析一个人的性格 因为我们讲了性格呢 决定我的命运 但是决定我们性格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一个人说处的环境 说着在这圆命局的分析当中呢 我们主要通过这六个方向 进行分析 首先 我们看这个八字 对吧 通过天干诗神去分析 那么这个天干透出的诗神 我们呢 从最基本来 耿金日干 它呢 只代表日主 代表命主 我们先从诗神分析 对吧 排列诗神 人水 对吧 是我生的 但是呢 我是阳金 生阳水呢 它是对我刻伤的小 伤害的小 所以说就是石神 年干上透出的是石神 月干呢 是个祭土 土是生金的 我正印和偏印 但是呢 祭土呢 是阴土 日干呢 是阳金 阴阳相生 相生的能量大 所以说祭土呢 就是耿金的正印 那么一目呢 是石目呢 一目是我刻的元素 但是呢 它是异性相刻的 所以说呢 异性相刻呢 相刻的能量小 所以说它呢 代表的是正才 代表的是正才 这是天干石神呢 我们已经排列出来了 好了 那么地之石神 应该怎么排列呢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套体系呢 给传统古法的体系不一样 我们地之石神呢 是通过地之与天干之间的配对 进行排列的 因为这个课程呢 是一个入门的一个课程 所以说地之石神的 我们这个排列体系呢 在这里面不讲 哈岸最传统的 命令去排地之 排地之石神 它是根据地之藏干的本器 去排的一幕 藏的是个假木 说说假木 就是隐木的什么呢 说藏的天干 根据这个假木去排石神 有金呢 藏的是心金 我们根据有金去排石神 成统呢 藏的是雾土 我们根据雾土这个特性去排石神 这个有金呢 同样 它呢 也是藏的是心金 说地之石神呢 就是年之 是个藏的是个偏材 月之 它的是个杰材 日之呢 它是个偏硬 时之呢 它是个杰材 这个呢 我们通过日干 与其他七个字的作用关系 排列出来了石神 那我们在八字分析的时候 注重天干 透出的石神 那么呢 天干 透出的是年干上的石神 我们石神呢 代表安逸的生活 代表一个享乐 童年的比较幸福 一时无忧 这样一个组合 所以说呢 年柱 代表呢 童年 按照传统的划分呢 年柱呢 代表 一到十六岁 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呢 就是一到十六岁呢 孩子走的运程 住运上的运程 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石神 石神 这生活比较安逸 属于这种一时无忧的特征 这就是呢 我们看一个人走上 能力好不好呢 就是从这去看的 那么这是年干上 透出的是石神 他属于正类石神呢 月干上透出了正印 正印呢 是生神的元素 我们通过石神的寓意里边 知道呢 正印代表呢 人们帮扶 代表学历 代表名义 代表呢 容易获得一些地位 获得一些地位 好了 那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十六到三十二岁呢 是一个正印的一个运程特征 所以说各方面呢 都是顺其自然的 该来的都是正能量的 在学校能得到老师的青睐 得到老师对我们的关照 呵护 对吧 在工作当中呢 能得到领导的关护 呵护 所以说这是正印 在月注呢 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特征 那么实干上呢 是个仪目 仪目呢 是什么呢 是个正财 正财呢 代表稳定的一些工作输入 代表一些稳定的收入 那么财运相对来讲呢 也不错 也不错 所以说天干上的透出的石神 年干上的石神 月干上的正印 实干上的财行 就是这个命局 医生当中 他的一个主要趋势 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 因为八字命理呢 重点呢 是通过天干尸身 来影响 描述我们人生的 所以这个八字 从圆命局的分析 医生的机遇 就在石神 正印 正财 这几个方面呢 打转转 那么不同的时间点 有不同的一个机遇特征 所以说在这呢 我要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 所以说呢 有些地方可能有冲突的地方 这是呢 因为我们要综合去判断 我尽量的讲的清晰一点 好了 这是圆命局 我们分析天干透出的石神 就是年干上的正印 石神 月干上的正印 石干上的正财 这样一个分析的一个方向 好了 那么这就是医生的趋势 那么我们通过注位的特征 对吧 我们通过注位 对吧 进行一个分析 这个啊 第五条 我们的担目 年注呢 代表一到十六岁 月注呢 代表十六到三十二 日注呢 代表三十二到四十八 石注呢 代表四十八岁之后 也就代表晚年运了 晚年运 这是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我们通过注位划分呢 就可以得到在不同的阶段 年龄段内 它的一个运程特征 大家在这记住 这个通过注位划分的呢 它叫现运 它叫现运 这是也是我们用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 现运的和大运并不冲突 现运的是基于圆命局的静态分析的 那么大运呢 是基于一个动态分析的 两个并不冲突 至于它之间的一些细节性的区别 我们在后边 有机会了再给大家分享专业的知识 在这里边只记住注位 代表一个时间的特征 那么注位呢 也代表空间那个特征 那么空间代表什么呢 年注代表出生地一外 比较边缘的地方 这个关于地域呢 我们现在和古代也有区别 因为现在我们飞机高铁都很方便 一天呢 跑遍大半个中国 没有问题 但是在古代呢 都是啊 步行靠人力 靠马力 靠坐轿 骑马 这样一个特征 那你一天呢 能走多少弄呢 千里马 一天也不过 日行八百 夜走一千 也不过走一千八百里 那么我们现在呢 飞机高铁呢 几个小时啊 就可以完成 高铁三百二三十公里的时速 两个小时 一千 一千多公里 对吧 两个小时六百多公里 一千多里 那么呢 所以说现在地域呢 已经不是我们命局 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点 因为呢 我们的时代在变 社会环境在变 我们的工具在变 所以说呢 地域已经呢 在现在已经弱化 但是呢 也有一个对比 比如说出生地 代表是市住 那么月住呢 就代表你出生地 在古代呢 可能就是你这一个县城 日住 市住呢 代表你出生的这个范围 这个乡村 月住呢 就代表你的县城 你说在的是 因为在解放后的几十年吧 改革开放之前 一个人想到市里边 想到省城里边的 这个机会都很难得的 除非你是公务员 公干 才有可能来到上一级机关去 但是我们现在呢 只要你有需要 对吧 上学了 工作了 出差了 你可能就是全国各地到处跑 全球各地到处飞 说说地域呢 我们现在 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并不是一个固定性的 那么呢 年住就代表你活动的范围 最大的极限 最大呢 就代表全球的业务 最少的呢 也可以代表你出生地的这样一个外省 那么月住呢 就是你出生的这个省 那么日住失住呢 就代表你出生的这个市 这是根据时间 我们要对于地域呢 做一个灵活的变通 另外一个呢 我们现在对吧 都很多呢 都是离开家乡 离开出生地去发展的 那么在当你离开出生地 到另外一个城市 买房安家之后呢 这个失住呢 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是老家的特征 而是你工作说在地 长期生活说在地的 这样一个特征 所以说地域呢 它又进行了一个转化 这就是在地域方面 年住代表偏远 月住呢 代表离自己比较近的 生活范围比较大的一个边 边远的区域 失住呢 代表自己工作生活 家庭说在地 它是可以变化的 那么就是在不同的地域 在偏远的地方 年住的地方呢 他都生活比较安逸 对吧 生活比较安逸 在月住说在的地方呢 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那么在失住所在的地域呢 财运 相对来讲 收入呢 会好一些 这是通过地域 那么通过失住的特征呢 那么16到32岁 正是干事业的时候 事业上有贵人帮助 那么到晚年的时候呢 财运 财运 收入会 相对来讲 比较好一些 这是通过 我们通过天干透出的石神 通过注位 两个点去分析一些机遇 那么呢 我们还要再结合其他的因素啊 这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在通过星煞 这样个角度去分析 那么年之 是个乙木 对吧 乙木带到星煞呢 第一个是贵人 第二个呢 带的是什么呢 带的是义嘛 第三个呢 带的是一个结煞 那么呢 这是在元命局当中 年之 乙木说带到星煞 那也就是说 在一岁到十六岁 到偏远的地方 自己能力范围的极限 的这个区域呢 它代表的 就是能遇到贵人的帮助 但是呢 会比较到处跑 不安稳 安定不下来 还有呢 工作当中 也有一些小人出现 但是小人和贵人 同时存在吧 对吧 这是通过星煞和注位 结合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如果说 再和十神结合 天干的十神 带着地支的财行 乃命的八字呢 财行 第一个代表财运 第二个代表桃花 代表桃花 所以到偏远的地狱呢 能找到 对吧 比较 对自己帮助比较大的 感情机会 因为这个财呢 代表女生嘛 代表配偶嘛 代表贵人 所以说呢 就容易得到 长辈的女性的 这个关注 为什么是长辈的 年长的女性呢 因为年柱呢 代表父母 代表父母的宫位 甚至是爷爷奶奶的宫位 他在年龄上 就代表比自己大 这是我们通过 这样一个组合分析 这一块呢 我们星煞 那么月之呢 他带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友金 那么友金 是什么星煞呢 我们看一下友金 对吧 第一个带的是一个杨刃 我们知道杨刃呢 代表权力 也代表做事呢 比较霸道 比较霸道 那月之呢 带着一个桃花 桃花呢 第一个 我们容易成名 对吧 有名气 第二个呢 也代表一行愿望 桃花运夺 一行愿望 桃花运夺 所以说这个 正印带桃花 我们讲了正印呢 代表殖名度 对吧 容易获得名誉 名声 好的一个 声誉 能获得一些证书 所以说这个代表呢 这个人呢 天生就是一个 有名气的人 尤其呢 是在16岁到32岁 或者说在出生地 本地发展的话 他的名声 名誉会非常好 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得到大家的尊敬 比如说在学校当老师 他的教学效果非常好 他发表的论文 非常优秀 被著名的期刊书录 这个呢 就是正印带桃花 这样一个 十神加注位 再加什么呢 再加他带的兴煞 我们去综合的分析 综合的分析 那么日干代表自己 日之呢 代表配偶 那么日之 对吧 是尘土 尘土与耿金呢 是土生金的关系 是偏印 是偏印 在传统命里边呢 是偏印 在我们异形 这个试用命里边呢 是正印 但是都是生奢的 这就代表婚姻感情呢 能给自己带来怎么样啊 带来帮助 用配偶是生自己的嘛 所以这个婚姻感情呢 是非常好的 这也代表 32到48呢 这个事业人生 给予方面呢 能得到配偶的帮助 让自己的事业更顺心 更如意 那么我们选择 在改变命运的时候 婚姻不好的人 该怎样选择婚姻呢 这就是 我们选择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人生给予 这是日之 代表配偶的一个特定的分析 之后 那么任个日注 它呢 是个耿尘日 耿尘日代表什么 代表奎刚 我们知道亏刚呢 也是脾气比较急躁 比较霸道的一个信息 说明呢 走到日注 这个运程的时候 自己呢 事业上会掌权 会掌权 第二个呢 自己的脾气 相对来讲呢 也不是说特别的好 主要期限在婚姻感情上 为什么呢 因为月之 时之呢 两个节材 两个节材呢 并且临着桃花 这是呢 由桃花运的一个信息 粘制一个材形 实干一个材形 这个呢 又是什么呢 又是 有异性缘和桃花运的 虽然说 妻子对他婚姻感情非常有利 但是呢 因为节材 是克材的 这个幽金呢 也是克材的 这时候就代表 婚姻感情上 容易出现一些烂桃花了 这是呢 我们通过日注去分析 那么时注呢 是个材形 材呢 在男性的八字里边 主要呢 首先代表财运 第二个代表感情 那么在 也就是在 四十八到六 之后的运程呢 命主获得的财运 财富的机会呢 会多一些 但是 这个财呢 没有根 对吧 它被地质的友金 给克制了 所以说 加上月之呢 也是个友金 也是个节财 我们通过节财的 这个特征 知道什么 爱交际 大大咧咧的 朋友多 然后呢 花费大手大脚的 所以这个呢 就代表积蓄呢 鼠力变不容易积到钱 收到钱了 有钱了 可能就消费掉 花费掉 花费到哪了 给大家胡捧搞 对吧 一起 一起呢 吃喝玩乐去了 因为年之时神 代表消遣吗 对吧 所以说 虽然说 石柱上带着财行 但是这个财行呢 它就怎么样啊 它就转不住钱 有钱没有 能挣钱 但是呢 它就容易花掉 这个挣钱的时间段呢 从一个呢 是从什么呢 从48岁之后 另外一个 在出生地本地呢 它的财运会好一些 但是呢 不具财 挣多少 花多少 所以说呢 财运呢 属于过手之财 过手之财 这是我们通过什么呢 通过注位 我们通过注位 通过注位 说代的兴煞 去分析的 好了 那么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分析角度呢 有呢 多者呢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分析天干的时神割局 这个八字呢 时神割局 形成个什么呢 年干上的时神 人水生石干上的一幕 财形 那么人水生一幕 是阴阳 不同的相生 说相生的力量大 那么这个八字呢 它出现一个时商生财 这就具备了投资 经商 做生意的这样一个天分 这样一个天分 这个八字呢 财运上 如果说 从命局的走合来讲 它是适合自己创业的 虽然印象代表稳定的工作 代表学历 但是呢 我们再看这个组合 一幕呢 是也可以是刻记头的 那么一幕是财形 我们叫财刻印 财刻印呢 就是代表什么呢 辞职 不干稳定的工作了 自己去创业了 因为印象也代表工作单位 我把你给刻掉了 所以说 这就是 我要自己创业之项 这是一种特征 另外一种特征呢 就是现在呢 很多人 对吧 一边工作 一边经商 特别是在前些年 很多公务员的兼职 这边上入班 拿着这个 比较好的一个社会地位 很好的人们资源 然后呢 再去转化 去经商 去做投资 一边从政 一边经商 这就是就职 兴商之命 也是财刻印 失商生财的特征 说这个命局呢 在失神组合上 他形成的一个主要的格局 是什么呢 就是失神 生财 那么财呢 有刻印 这样一个组合 所以说呢 这个他命局上的 如果是从命局最大的方向选择的 首先就是先上班 对吧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因为特别是从政公务员 得到很大的人脉资源 然后呢 在一定的积累之后 在特定的运程当中 辞职 下海经商 认识财也有了 又通过原始积累的人脉 再敢干嘛呢 再去经商 这事业运呢 就会更顺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通过失神 深刻格局来讲 失神旺 生财行 财行旺 有刻印 最终呢 这个印呢 是衰败的 印一衰败呢 就代表自己辞职 去做生意的信息 好了 那么我们再看地支 月支呢 是个阳刃 我们知道呢 阳刃 它本身就代表一个权力的特征 所以说呢 印星带阳刃 这又代表什么呢 这个八字天生就具备了 走势头 这样一个特征 走势头呢 是容易掌权的 所以说 你只要不选择从商 是没有问题的 一旦你一边走势头 一边经商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肯定不是自己全力去做 因为这个笔尖劫财呢 代表合伙人 这个劫财呢 是客财的 所以说 如果说 你一边上班 一边做生意 那么这个钱呢 就是赚赚赔赔的 有赚的 也有赔的时候 或者说被合伙人呢 把你钱给骗走了 如果说自己专心去经商 那么呢 放弃了公务员这个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财运呢 它是比较好的 只不过呢 在业务发展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这个劫财客财 它耗费比较大 但是这个耗费呢 可以进行一个转化嘛 这就是我们命局策划的一个重点 这个呢 是从师身深刻的角度 定性命局的一个发展线路 发展线路 好了 那么呢 我们再通过什么呢 五行的分析 去分析因果 因为在 在这里边 掉了一个点 就是在传统命理当中的 认为只有相隔的 相邻的两个时神呢 才能发挥作用 那么像年干的和时支的呢 它因为中间隔着一个月干 所以说他们之间呢 不能产生深刻作用 这个在我们的理论当中是没有的 只要存在的 它都可以产生作用 不管隔着月干也好 或者月干呢 与时干隔着日干也好 或者是时干呢 对吧 隔着月干与年干 产生的作用 它是都是可以产生作用的 没有说隔位不产生作用的 这样一个定性 这个和传统命理是有区别的 好了 那么呢 我们再讲一下 通过怎样通过八字 分析因果 对吧 为啥这个八字就是就知行商之命呢 或者就是适合自己创业的呢 我们要通过因八字去分析 在传统命理当中呢 把八字一分为二 年柱 月柱呢 代表足上 代表足业 代表先天性的一个因素 那么日柱和时柱呢 代表你后天的 它是这样人为的发肥 因为你前前呢 在父母的庇佑下 在家庭环境的庇佑下 你的一个生长成长 那么日柱呢 代表你结婚之后 你自己也成家立业了 这是后天奋斗的 施柱呢 是代表有孩子之后 对吧 孩子对你有影响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这个孩子是来报恩的 那么来生完孩子之后 命主呢 运程会更好 有现在孩子来是来讨债的 生完孩子之后呢 运程一塌活动 事业呢 也就是说 走退步运了吧 所以说这个呢 是传统命理的分析 认为年月代表先天 日识代表后天 这也就是说 你的后半辈子的人生 跟你的老婆 有很大的关系 跟你生的孩子呢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是传统命理的分析 因果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我们站在更加客观 全面的角度呢 我们要通过五行去分析 因为五行呢 它代表了积木水火土 五中性质 五中性质呢 又分阴阳分了十个因素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命局当中哪个字最多 那么这方面的机会和机遇呢 就是我们今生非常容易得到的 而最缺少的那个呢 就是我们今生得不到的 所以说 那古人讲了 命局里边没有的 要从大运流年当中去找 那么大运流年过去了 它还是没有啊 所以说我们要从本质上去找 找一下 第一个 命局当中透出的 就是我们一生 所遇到的机会 给予最多的元素 而没有透出的呢 就是我们一生 要缺少的 要努力的方向 这就是 八字透出的这个 天干食神 是我们的因 对吧 是我们的因 八字当中 有的这个五行 是我们的因 哪个最多是我们的因 我们呢 就容易有这方面的机遇 而缺少的呢 就是我们的果 这是我们今生 要去面对的 要去修行 要去修正的 如果说你从意识 形态上 意识到了 缺少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一生 要追寻的 那么了 你就找到了 今生的使命 就找到了方向 就可以做到 无中生有 对吧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这个呢 才是你永远存在的东西 如果大运流年里边出来了 我们叫填食了 叫我们补上了 那么这个补上呢 他大运流年一过 你就又没有了 我们现实当中 很多人 对吧 原来呢 财运非常不好 但在一个特殊的大运当中 赚了很多钱 这十几年都很有钱 但这个运乘一过呢 一个投资失误 全部回到解放前 大有人在的 这就是运里边有的 你也会来 只不过呢 运去过去了 你就没有了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无中生有 这个就是通过 先天性的五行组合 代表的实神性质 我们去决定 我们人生要突破的方向 这个就是分析 因果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思路 那么像这个八字当中呢 对吧 八字当中五行缺火 火代表什么呢 火是克制我的正观和七煞 对吧 我们知道 正观和七煞呢 代表事业的元素 那么五行缺火 缺少这个元素 是不是这个八字 事业心 就不是特别重 或者说自己呢 就不想 从事稳定的工作 不想呢 去当公务员 不想被约束 被舒服 所以说就缺少了观赏 那么呢 他缺少了这个 那么呢 命局所呈现的是什么 时商生财啊 想要自己创业呢 财有刻印啊 辞掉啊 自己的工作呀 看一下我们通过时神的角斗 再过通过缺少了角斗 这样一对立 是不是 赢 就是这个时神生克 果呢 就是我们缺少的东西 他两个一碰撞 把这个点呢 就会更加的偷出出来 而这个八字呢 如果说 你是孩子的父母 那么经过我的分析就知道 这个孩子呢 最好让他经商做生意 不要让他做事业了 不要让他去上班了 他会很难受的 就算他上班 将来呢 也会辞职 也会自己在经商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了 可以呢 先上班 积累人脉 为啥要积累人脉呢 因为这个八字 对吧 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了 最多的五行 最多的五行呢 月之的幽金 十指的幽金 再加上日干的梗金 它形成了三个金 这个五行当中三个金是最多的 那么金在这个八字当中呢 代表笔尖 对吧 代表劫财 笔尖劫财呢 叫人脉资源 人际关系 这个有金呢 也临这个杨润 对吧 临这个桃花 桃花呢 我们代表名气 也代表感情 杨润呢 代表权力 所以你正印的权力呢 这就是说 如果说你去 直接就选择经商做生意的话 那么怎么样了 因为你的财 最终 对吧 财富呢 是被这个 一目下边的油金给克制住的 刚开始你就选择经商做生意 那么你的财是留不住的 对吧 你是财是留不住的 所以说呢 你就要怎么样 先上班 积累一定的高端人脉 正印带着劫财 这就是相当比较高端的人脉 又带着什么 杨润代表权力 你只有基深这个权力的行列 你结交到高端的人脉 之后呢 你再去经商做生意 这时候人脉不同 你这生意的高度 它的成就 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分析了因 知道了果 然后呢 再找到一个什么呢 改变的一个思路 这个呢 那是我们前边的五步的一个分析 看一下我们大概讲了多长时间了 基本上最少是讲了二十分钟了 这时候我们用了五个分析点去分析 还有呢 我们一直在讲什么呢 性格决定命运 那么这个八字什么性格呢 越干透出的正印 我们通过正印的性格方向的代表去解冬 为人呢 很大气 很诱善 很和气 乐于帮助别人 所以这个人呢 是没有私心的一个人 只要我有能力的 我都会去帮助你 这些人呢 是非常和气的 非常和气的 那么 越之呢 是个油精 是个结材 结材是什么性格呢 做事大大咧咧的 不细心 但是呢 非常讲义气 非常豪爽 所以说呢 花费大手大脚的 给他交朋友呢 只要出去吃饭 对吧 他兜里有钱的 他绝对第一个去结账 所以说这就是怎么样啊 结材的人不具材 所以说呢 结交的人脉呢 是比较高端的 所以说呢 为啥说让他先上班呢 就是先把人脉给积攒起来 人脉高度达到一个极致 和你一个低端的人打交道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子无毛勇呢 本身就代表名声名誉 对吧 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容易做出成就 做出行业的一个标杆 所以说呢 多结交人脉 对江烈的事业发展 更有利 那么再一个呢 油金是劫财 他是克财的 加上命局呢 又出现了已有的失注 这就是劫财克财 所以说呢 在财运的控制上呢 一定要该花的钱 花 不该花的钱呢 不要花 这就是在交际方面呢 自己去克制 在财运方面呢 也一定要怎么样啊 管好自己的财 要不然的话 怎么样啊 容易呢 积累不到财 或者说呢 特定的时间段内 比如说到新金日干的时候 到有年的时候 到深年的时候 隐身相冲 有年三个劫财克一幕 新金呢 他是劫财克财的时候 都是容易出现破财的信息 那么呢 我们再从我冲合的角度来讲 对吧 那么与幽金相合呢 是个尘土 对吧 尘土可以合着幽金 那如果说你的财 都让你老婆管的话 那是不是呢 自己手里边没那么多钱的话 他就不克了 所以用这个尘土 合住这个幽金 钱财呢 不要自己主动的去掌控 那么呢 就可以怎么样啊 让自己的财运呢 积累的更好一些 所以说 把尘土的作用 给发挥出来 他也是改变的一种趋势 好了 我们再看呢 这个里边 对吧 还有一个寻空的元素 是身金和有金 那么月之的有金 实之的身金呢 是寻空的状态 那么这个空代表什么呢 代表不落实 所以说他做什么事情呢 心里面都空空落落的 没底 然后怎么样呢 他就会依靠朋友 对吧 劫财代表朋友们 做事情呢 就有点缺乏主见 怎么样啊 听让别人给他拿意见 这也是容易做事情 容易破财 容易上当的原因 就是用月令寻空 做事情呢 自己心里没底 对吧 心里没底 好了 这个我们基于元命局的分析 就可以分析出来 这么多细节特征 那么这些呢 都是静态的分析 代表人生的各方面的机遇 都可能会出现 出现在这些方向 那么究竟 它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对吧 有好的 有坏的 它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后天的一个环境 对吧 你出生的成长背景不一样 那么呢 你体现出来的也不一样 如果说出现正在公务员 这个权力的家庭的话 那么他肯定是先走势头再经商 如果说出生在普通的工薪阶层 这个家庭的话 那肯定就是先好好读书 对吧 再上班再去经商 如果是家庭里边 就是经商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特征 出生在经商投资的环境家庭 可能他学生不怎么样 很早他就去经商做生意了 这就是环境对我们造成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命局不是一个人的 是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所共有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命局分析 这就是我们说的虚 它有很多种方向 但是具体它又体现在哪一种 根据它的环境 对吧 根据父母的一些指导 它是总和产生效果的 所以说在物理学当中呢 有著名的一个双缝实验 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百度一搜就知道了 那么指的是光的一个特性 那么在这个试验当中呢 最让人不解的就是在光离子发射的过程当中 你用个摄像机观察和不用摄像机观察 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在这讲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命局 你要是了解命局的话 你的人生就像用摄像机在观察的一样 你是时时刻刻它都会发生改变的 如果说你不观察 它就是按照自然的规律 按照你的后天的环境 银宅的风水等等的综合因素 推动着你往某个方向发展 这就是算命 我们不考虑环境 它人生经历的 我们都可以通过八字去反推 但是在刚开始 我们怎样决定一个人的一个发展趋势的时候 我们不能通过八字去定性 它属于哪一种 因为后天环境也是起到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实用八字命里的虚与实的一个关系 虚就是我们站在命局上 什么纸上摊冰式的分析 实是实实在在环境给它的一种资源 给它的一种资源 给它的一种影响 好了 那么静态分析完了 我们开始动态分析 对吧 圆命局当中有这么多方向 那么在这个时运当中 现运当中 我们是站在圆命局的角度分析的 那么站在动态的运生角度当中 我们要分析什么呢 流年和大运 那么动态分析指的就是 大运十年的一个特征 和流年的某一年的特征 还有小运 对吧 还有小运的这个特征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首先强调一点 什么呢 大运的起运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脑拍盘 它会把起运时间算得非常详细 从哪一天 哪一日 哪一时 开始交大运 实际上这个大运 在这一边 我们还要强调一点 这个大运并不是好运的信息 很多我们说 撞大运了 遇到好运了 这叫大运 这个大运指的是命理学的一个术语 它是一个时间单位 那么不管你遇到的好的大运 还是坏的大运 它都叫它大运 它就是一个没有好坏之分 这是一个时间单位 十年的一个特征 大运的起运时间 有些人去找老师看到的时候 老师会说 你在某一天交大运 换大运了 这一天一静不一动 说要待在家里边 不要出去 这是纯粹的一个交运时点 这个在命理学上 实战应义并不大 比如说我们这个八字 它交运时间 就是四岁七个月十五天交大运 那么每一交大运的时间 就是四月十六日 四月十六日交运 那么更精准的 拍拍软件是 几点 四月十六日 几点几分交大运 那么你在这一个一天当中 最好不要动 如果说工作必须需要的话 你在这一个时辰内 最好不要动 但是实际上 在应用当中的大运 有可能提前两年进来 也可能推迟两年的才进行 所以它的负动是比较大的 这个 理论性的交大运时间 和实际上大运的变化 并不一致 所以说躲大运 这个民俗的这样一个说法 并不一定起到效果 但是躲一下总比不躲好吧 所以说这个 我们发表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第二个就是大运 大家传统命理都认为 一个大运是十年 这一点是共识的 但这十年怎么排列的呢 传统命理认为 天干管前五年 地支管后五年 一个大运 分为天干地支 分别管前五年和后五年 那么这个观点 影响和误导了很多人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正确的大运的作用关系 是什么呢 是天干地支各管十年 天干对应天干进行作用关系 地支对应地支进行作用关系 这样才是最正确的 大运与命局的一个作用规律 以及大运的时间 都是天干地支各管十年 这个呢 大家可以去验证 可以去验证 那么再一个 大运与命局的作用规律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大运 原命局呢 它是一个基于静态的分析 那么大运来了之后呢 它相当于在我们运局当中 又加了一个诸位 变成了有原来的四柱八字 变出了五柱十个字进行分析 那么大运的分析 首先第一步呢 是怎么样 大运先插入命局 看看大运与命局产生的一个时神变化 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第一步大运是个耿虚运 那么在圆命局当中呢 是形成的时神 生财 对吧 财又克正印 这样一个时神的一个组合 那么呢 大运插入之后 耿金插入之后呢 变成了时神 生一目 这个没有被改变 这个一目呢 又克祭统 这个也没改变 它呢 又进行了一个延伸 是什么呢 祭统呢 怎么样啊 生 耿金 形成了个 时神 生财 财克印 印要生笔尖 这样一个四个诸位的组合 但这个四位的诸位组合呢 它最终是什么 因为印是被克制的元素 它是弱化的 所以说它生不了笔尖 所以说代表呢 这个时候笔尖 虽然说大运来帮复了 但是在定性呢 还是属于弱势的 那么就是劫财的特征 这是呢 通过大运与绵运命局 先进行的宏观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 时神作用关系的 一个关键基于的 一个定性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要看 大运的地支 与这个地支 产生的什么关系 那么 引目与系统呢 是个半合的关系 油金与系统呢 是三会局的半会的关系 那么陈头与续头呢 是陈虚相冲的关系 那么续头与 实质的油金呢 也是三会局当中的 深有虚 查个审的一个拱局 缺少了一个信息 那么呢 在这个地支的作用关系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陈头和续头 是一个对冲的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 陈头 续头呢 都代表正印和偏印 它两个相冲 这又代表什么呢 印性的早年呢 在五岁到十五岁呢 主要代表学习 这个孩子呢 学习方面 成绩呢 就会波动大 不稳定 对吧 成绩波动大 不稳定 然后呢 我们再结合 黏住代表失神 失神代表随遇而安的 圣进心比较差的 那么是不是呢 这个孩子在同年来说 学习上 父母就要下功夫了 避免孩子因为贪玩 臂肩代表朋友 小伙伴 这一起呢 不就是玩吗 贪玩 结交到以后不好的朋友 比如说有上网的 有网瘾的 有一些不良稀奇的小朋友 和他们在一起 让孩子受到影响 造成了学习方面的不利 这个呢 我们就是通过大运去定性了 给命局产生的关系 我们通过具体的分析 这个系统呢 它没有带相关的兴煞 那么兴煞这些困难 我们就可以忽略 好了 这是根据大运 插入命局之后 产生那个作用关系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看 单独看这个大运的影响 那么这就干都分析 大运的天干地支 大运的梗金呢 是笔尖 笔尖呢 就代表小伙伴嘛 这就是经常和大家一块玩 圆命局呢 也是印生笔尖 印生笔尖 是代表高端的啊 比较高贵的 或者说家庭背景 比较好的一些小朋友 这个印性呢 因为被克制 说他结交的呢 结交不到 比较高端的 都是和自己层次想等的 或者是一些 贪玩的小朋友吧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利益的冲突 说这个呢 就是 比较贪玩的小朋友 那么在这个运程当中呢 孩子尤其要注意的 就是学习 学习方面 避免交友不慎 造成了这个 学习成绩的下降 学习成绩的下降 这是这个大运 简单的来讲 一个大运查入命局 看天干地支的对应关系 第二个分析 大运本身 这个就把十年的性质 给定下来了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 它是阶段性的 特别是一些好的事情 或者特别坏的事情 一些意外之灾的 它是在流年发生的 那么流年呢 又对应到流月 流月呢 甚至对应到流日 所以说有些事情 我们具体到月 具体到日 有些呢 动态分析的时候 我们只需到具体到年 就行了 元命局呢 它只是一个趋势 但是它一定在大运当中 在流年当中 在流月 流日当中 去具体的去落实 所以这是大运 命局 他们之间的一个什么样啊 他们之间的一个 逻辑层次 它是不一样的 大运是一生 命局是一生 大运是十年 流年是一年 流月是一个月 流日呢 是一天 我们要知道 他们之间的层次 还有它代表的时间段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一些刚基础入门的呢 听不懂 不要紧 慢慢的在学习 因为呢 这讲的就是整个命局 分析的一个思路了 涉及到点会比较多 好了 那么我们分析完大运了之后 对吧 我们再分析什么呢 再分析流年 流年的决定了什么呢 这个具体某一年的一个特征了 比如说在二零二八年 对吧 它是个物身年 那么这个物身年的身金 是怎么样啊 孩子的路身 带着一个什么呢 带着一个一马性 带着一个路身 还带着一个天衣 对吧 带着一个天衣性 然后呢 还冲贵人 与贵人一目相冲 那么这个就是二零二八年 那个运程天特征 偏印代表什么呢 代表付出的多 收获少 说在这一年呢 孩子的学习呢 就非常容易 成绩下滑的特别厉害 成绩下滑的特别厉害 那么下滑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原因在于这个 一马 一马相冲的代表跑得更快 是不是这一年呢 带孩子经常出去玩 然后影响了学习 第二个呢 这个偏印呢 它是不利健康的元素 那么呢 这个是不是因为身体不好 因为偏印带天衣嘛 对吧 天衣呢 代表医院医药打交道 那是不是因为身体不好 造成了这个学习成绩下降 所以在2028年呢 就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呢 带孩子出去 适当的玩 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能呢 频繁的去玩 第二个呢 在外出玩的过程当中呢 注意什么呢 注意一些交通工具上的安全 注意一些饮食的安全 因为这呢 容易给孩子身体健康的 带来一些负面的因素 通过这两点的定位 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学习 因为路神呢 也代表吃嘛 所以注意饮食 食神呢 也代表吃 消神克食神呢 这代表吃上的问题 代表出现了肠胃消化方面的问题了 孩子身体不舒服 经常上医院 导致呢 学习成绩下降 那么在这个耿虚的流年呢 耿筋是个笔尖 对吧 这个大运呢 也是个笔尖 它出现了一个岁运病林 那么呢 在传统命理学当中呢 出现岁运病林呢 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命局 邵威华老师讲的 岁运病林 不死自己死他人 那么呢 对于孩子来讲 它出现了两个虚头和一个尘头相冲 两个大运的虚头 流年的虚头和个尘头相冲 这个呢 也代表搬家的一个信息 因为这时候 他并没有成家吗 并没有成家 所以说自己呢 可能要搬家 这是一个定性 第二个定性的笔尖 是干嘛呢 是克制财型的 财代表什么呢 代表父亲 说这一年呢 对自己没有负面影响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爸爸的身体 或者说事业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流年具体的分析 分析这个流年呢 它出现的具体的事情的特征 具体事情的特征 然后呢 必要的时候 我们在分析流月 这个事情呢 会在哪一个月发生 哪一个月发生 所以在大运的动态分析当中 我们呢 与命局是一层一层的去结合 一层的一层的去抛 去解析 那么大运呢 相当于我们人生的路 对吧 命局呢 相当于我们人生的车 我们一句话叫命好路好 对吧 命好运好 一切都好 命好运不好 等于你好车开到坏路上 你也开不快 甚至呢 还会熄火抛锚 对吧 坏车开到好路上 照样的一帆风碎 说这就是大运与命局的 这样一个关系 还有人讲呢 命不可改 运可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命是出生就固定的 运呢 你通过预测 通过定位 通过一些方法的去疾病凶 是不是就改变了呢 这也是因为运呢 它是没有发生的 对吧 命局呢 是已经出生的那一刻 就定型的 所以说呢 这是为什么说运可改呢 实际上你只是去适应 这个运成的一个好和坏 做到去疾病凶罢了 也并不是说你改变了 真正的改变是意识形态的改变 性格的改变 对主观的命局 客观的环境 完全清晰的认知之后 的一种改变 好了 这是我们基于大运的一个动态分析 基于流年的一个具体事情的体现 那么在这中间呢 我们还有一个小运 我们在小运指的是什么呢 每一年 它通过出生 这一天把我们这一流年的运程呢 分了两个阶段 出生日前呢 我们看这一部分 生日后呢 我们看这一部分 也就是2029年 它是既有的流年 从历春开始进入既有年 那么2029年既有年到202220这个2029年既有年开始走既有的流年 那么呢 2029年9月24号生日之前呢 它是既有流年 人臣的小运 那么2029年9月24日生日之后呢 它变成了既有流年 鬼似的小运 这个小运呢 把一个流年 我们又分成两个部分 更细节的分析 在传统命理当中呢 每走大运之前 分析流年和小运 走大运之后呢 只分析流年和大运 忽略到小运 我们在这里边呢 大运流年小运 是同步去参考的 这样呢 我们参考的信息量呢 得到的信息量会更大 好了 这是圆命局的静态分析 加上大运流年小运的动态分析 具体的事情呢 我们还要加上流月 流日的去分析 那么呢 我们这个整体的分析和动态的分析之后呢 我们还有定向分析 这个定向分析呢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事业的专项分析 财运的专项分析 感情的专项分析 身体健康的专项分析 基于风水的这样专项分析 那么这项专项分析呢 我们首先 首先从命局 对吧 分析一生的趋势 比如说我们要分析财运 这个八字呢 构成了时商生财的组合 总体来讲呢 适合经商投资 做生意 这是通过命局的财运的定性 但是财运能不能积累呢 积累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油金 克制了这个财型 所以说花费大手大脚 不聚财 这是这个命局的主要特征 财运特征 那样相聚财怎么办呢 陈友和 陈头合着油金 钱交给老婆手里边去 这个呢 花费 破财的概率就会降低 对吧 那么呢 这是财运 那么财运怎么样呢 粘制一个财型 实干上一个财型 财路还很广 最少呢 两个财路 那么从地域上来讲 往哪发展何事呢 粘住人饮食神代财型 这个财呢 赚的就比较顺利了 在实住呢 是油金克制一目 这个财型 这你赚钱呢 就比较辛苦 赚钱呢 就留不住 所以说人面关系多 耗费大 花费大 所以要想赚钱呢 那你年龄 对吧 一到十六岁 肯定不是赚钱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呢 地域 对吧 能到省城 你出生 省之外的地方去发展 那到这发展就有利 那么呢 发展一段阶段 还要做国际上的生意 做国际贸易 越远 你的财运越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方位上呢 我们讲了 现在呢 被以方位为主导 因为呢 经济全球化 地球村 但是呢 它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这个引目呢 是财的一个根基 那么到什么地方 出生地 东北方 出生地引目的 这个地支的方位呢 它就怎么样啊 更有利于你财运的发展 所以说 千万不要在本地做生意 在本地做生意呢 看着你赚钱了 实际上钱呢 都花掉了 钱都花掉 这就是通过地域 对吧 我们分析 该怎样让财运更好 然后呢 再结合流年运程去分析 25岁走人子运 失商生财运 地支子水呢 又是个商官 也代表投资 本身命局就缺货 对吧 缺少自己想做稳定工作的 这种想法 笔尖皆财重 这就给人合作创业的 一个信息 加上人子大运 子武相冲 失神生财 这就是开始自己创业了 这就是自己创业 那么我们看 这个在这个大运当中 创业好不好呢 首先失商生财 大方向是好的 但是要注意具体的流年 为什么呢 第一个子水呢 是淋着灾煞 灾煞叫做投发 意外之灾 对吧 那么呢 子水与这个油金呢 又是个子有相破的关系 那么这样油金一被破呢 代表合作伙伴 被破 那么这就是合作上呢 容易出问题 所以说一道封到有年 封到子年 再加上封到五年的时候呢 都是怎么样啊 注意破财 这个呢 我们就定性流年 哪些年份呢 容易出现 破财 要加大 这个怎么样啊 风险的把控 这就是财运 我们的定向分析 你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为啥不取用神 因为在传统命令当中 用神呢 它是根据日注的旺衰去取的 这样呢 旺的时候 我们要让他击煞 去克他 用食伤呢 去泄他 这才构成个好运 若呢 要去正印 去帮他 用臂肩的去扶他 这个呢 才能好运 但是呢 你只是让日注旺衰了 你其他客观的因素 并没有解决呢 你因为食伤之间是有生克关系的 比如说本身是食伤生财挺好的 因为身弱 你补了一个印性 那你说正印是他的什么样啊 是他的用神 那么印性正好把食伤给克掉了 是食伤不能生财了 对不对 那这是不是就是用神就不行了 他有帮生的元素 但是他就对命局的这种好的趋势呢 起了一个破坏的作用 那么用笔尖 对吧 笔尖取有用神 那么笔尖呢 是生食伤的 这个与人合作之相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呢 笔尖也克财呢 他在某一定程度上 也耗下了财运 所以说这个用神呢 他有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 他笔尖 在另外一方面 数据 这就是我们要做到什么 怎样权衡 寻尸 讲的最小 这是呢 用神的这个方向 另外用神呢 有很多 有旺衰的用神 有服役的用神 有病药的用神 有通关的用神 对吧 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说我们就放弃不用 我们在分析财运的时候 就看 有没有食伤生财的元素 有没有必接客财的元素 有没有财生煞的元素 通过这三种的食伤关系 我们就可以分析财运了 分析感情 对吧 我们下面呢 分析这个八字的感情 难命的八字 代表感情的元素呢 有两个 那么呢 你不能说有两个 这就是离异之相 对吧 因为呢 有两个 也可能代表感情的 谈感情 谈的 谈一个没成 分手了 第二个成功了 再加上呢 人家日志是生日干的 将来呢 老婆对自己是比较好的 还有呢 月住 这个既有和日住呢 耿臣 是既头生耿精 臣有相和 相和的关系 那么食住的已有呢 以耿相和 臣有相和 这也是相和的关系 所以说人家的婚姻感情 并不差 但是呢 它会出现一个特征 可能呢 有多个家 最少是两个家 这就是怎么样啊 多婚之相 并不是说 他一定要离异 这个八字呢 粘住 代表才行 代表谈恋爱 谈得早 但是早恋 能不能谈成功呢 不能 因为15的 5岁 一直到25岁呢 都是走的什么运呢 笔肩接菜运 这25岁之前呢 谈恋爱 就是完的 就不能成功 不能成功 那只不过呢 到25岁之后 这婚姻就稳定了 原配夫人呢 对她事业帮助 也很大 所以说呢 她也不会离婚 只不过呢 拎着桃花 好色 拎着笔节 贪王 这就在外边呢 有些其他的感情 但是其他的感情呢 也会给她怎么样了 好 因为这个更金呢 它与两个柱位相合 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呢 感情方面是两个家的一个情况 再一个 如果说非要一个家 那么感情选择怎么选择呢 选择这个 宜友这个感情 因为呢 宜耿相合 陈友相合 这就是选择年龄小的 本地的这个一个女性 给自己结婚 这个呢 会让婚姻家庭呢 更稳定 如果说选择年柱 偏远的 结婚 早的 年龄大的 这样一个女性 结婚呢 后边 肯定还有第三个感情出现 那么感情运 怎么样啊 容易出感情出问题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45岁 甲乙 乙卯 天干地之 都是贼星的时候 怎么样啊 就容易有外遇了 所以说这个八字呢 在晚年的时候 这就是非常容易出外遇的 那么我们再加和住运的特征结合 对吧 日住代表32呢 到48 对吧 那么48到 怎么样啊 48岁之后 在失住 我们看他走贼星运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在45岁以后 所以说这个八字呢 肯定是有强人的八字 离婚不离婚 这个呢 大概率上来讲 他是不会离婚的 他是不会离婚的 他也很注重家庭 因为家庭对他事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定向的一个分析思路 那么我们分析学历 对吧 分析学历的话 看什么呢 看印象 那八字越干透出印象 那是要说学习成绩是不错的 但是印象下边的这个油筋呢 他是个寻空的状态 再加上呢 有个财克印的这样一个组合 这个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呢 学历不会说特别的高 学习呢 比较贪玩 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让油筋填实 对吧 油筋填实之后 月令这个油筋也不空了 然后实之这个油筋呢 填实之后 他可以刻一幕 这个一幕一被刻掉 他是不是就不刻记头了 他一不刻记头 是不是学历学习就上去了 因为学历学习决定了 你人生的眼界和高度 认识的MBA的同学 和你高中毕业的 清华北大毕业的 和你个三流四流大学毕业的 人们关系成就肯定不一样啊 对不对 那么学习本身命局是学习 有学习的欠制 但是呢 客观环境下 他是学习成绩不好的 这时候就是我们人为的改变 通过这些因素 改变他不利学习的因素 让他好好学习不就行了吗 这就是我们化解的思路了 化解的思路了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再看健康 对吧 健康那个专题分析 那么健康专题分析呢 我们知道 八字呢 是阴阳五行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中医呢 也是讲的阴阳五行的平衡 所以在命理的 在健康当中呢 我们主要看五行的组合 以及五行之间的生克 最多的五行 最少的五行 那么这个八字呢 是金最多 那么金最多了 他的能量呢 肯定有两个要宣泄 一个呢 是金生水 另外一个呢 是金刻木 对吧 那么被刻的木呢 就是怎么样啊 身体健康上 最大的一个不利 那么这个八字命局当中 正好出现了一木 油金刻一木 对吧 那么一木代表什么 甲胆一肝平小肠 一木呢 就代表肝上的信息了 那么肝胆呢 实际上是同称的一个元素 所以说它就非常容易 出现肝胆上的问题 那结合油金 对吧 油金是什么呢 代表命局当中 代表皮肩 朋友人面交际 那么现在呢 有朋友人面交际 是不是要喝酒啊 我们再看这个有 是不是呢 再加上个三点水 是不是就是酒了 那加上年干上食伤 正好是个人水 油金 代表了朋友 人面交际 人水呢 代表水 那么有加三点水 是不是酒 所以在交际当中 人面关系 可能少不了酒 那酒一喝多 是不是就伤肝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八字呢 喝酒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肝脏的防护 你先天性啊 就是肝脏上容易出问题的 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五星深刻 去定性什么呢 去定性健康上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因为五星缺火 那八字呢 水又不旺 所以说水呢 也克不了火 所以心脏血压 血液上呢 没问题 那么筋主什么呢 筋主肺 呼吸道 所以说呢 这个八字呢 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肺部的问题 不要吸烟 因为什么呢 每一个五星过多的时候 它也会造成 这一部分的能量的失衡 这样一个能量失衡呢 也会带来健康上的不利 所以说 主要这个八字 健康上的因素 在什么呢 在肝上 在肺上 在肝上 在肺上 这是命局的定性 那么我们再看具体的流年 具体的流年 在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到乙毛孕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肝胆上的问题了 本身 对吧 两个幽金 只刻一个乙毛 但是到乙毛孕的时候 乙毛天干天上 毛有相冲 这样一来呢 又是阳刃 冲刻这个毛木 所以说呢 它就会怎么样了 问题就会更严重 那么具体的流年 在什么时候呢 那么呢 封有年 对吧 封毛年 那么再封 接纱的子年 这就是呢 子卯相形嘛 也是一个发病的一个特征 再加上一个心筋的心筋 也是专刻一目的 再加上心的流年 这些呢 都是容易健康上出问题的 这是我们健康 财运 学业 对吧 事业 感情 我们都做了分析 这就在定向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针对这样一个点 去展开性的分析 那么还有呢 我们根据风水条理的分析 对吧 我们所有的分析完了之后 动静结合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圆命菊 对吧 与大运流年 对吧 我们决定 它 在这样一个 发生的事件 对吧 我们圆命菊定性 对吧 定性完了之后 我们知道 极凶发生的具体事件 后边呢 就是一个去极必凶的建议了 这个就是我们重点 讲的一个香味 知道 这也是我们推出 使用八字命理 五个方面 颜色改变运程 名字改变运程 然后呢 风水物 风水视频改变运程 怎样选择一个 有利的婚姻感情 以及性格 对命运的影响 最实用的五门课程 都是为了最后这一点 去服务的 我们所有的讲解 都是干嘛呢 都是发现问题 那么呢 做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几个呢 有五个 第一个是失神 深刻交度 这个就是呢 在用神里边 我们要用个通关用神 这个八字呢 印星 对吧 失神 印星 生财星 财又克印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通关用神呢 是很难找的 因为你用七煞的话 是吧 形成个失神 生财 财又生煞 煞又生印 这个呢 煞也是克脂 是克身的元素 所以这个就通不过 对吧 没法通过 那么如果说 我们用劫财的话 那也不行啊 劫财代表负面的人外关系啊 所以在这个失神 深刻的角度 我们用任何一个就不合适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呢 要用意识形态 对吧 意识形态去改变 另外一个呢 就是再加大一个印星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我一个印 我被你克制 我再加大一个寄图的力量 我生成个天生地合的能量 这是不是就不怕你这个什么呢 不怕这个仪木给克制我了 再这是加大印星的力量 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呢 再一个呢 就是通过什么呢 我加大有金的力量 这个有金不是寻空吗 它代表不存在吗 我通过一些有金的风水事物 我是不是也可以克制这个仪木 是个仪木不克我的印星呢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加大印的能量 一个加大有金的能量 都可以让这个仪木呢失效 那么仪木一失效呢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财克印的问题就解决了 学历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通过这个时神深刻的角度 我们去不同的去变化 解决命局当中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传统命里边讲的通关的用神 通关的用神 是这样去做化解用的 不是定性我们命局鸡胸用的 好了 第二个呢 从五星比例的角度 因为这八字呢 五星缺火 对吧 火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稳定的视野 这个代表孩子呢 谈完想自己创业 做事情 不喜欢呢 上班 对吧 不想走公务员 被约束 那么呢 我们要想做最原始的人物关系积累 怎么样呢 就要把正观七杀的元素给补上 那么这是我们补的 只能是补什么呢 补正观 对吧 因为正观是正类的嘛 他对我是正能量的 七杀的负能量就比较多 说在起名字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正观 用顶火的能量 怎么样了 加大他的一个事业上 这样一个帮扶 这样一个机会 对吧 这就是说 来 在五星的角度来讲 缺火呢 我们就要火呢 把它给补上 对吧 这个金比较多 金多呢 我们要用木库的原理 对吧 金的木库呢 在丑 我们要丑头 把它的作用给发挥出来 干嘛呢 把它给收藏起来 不要让他结交太多的朋友 那么丑头呢 是什么呢 行为上 它是不是代表 印星呢 丑头藏的是记头吗 代表印 印代表是不是父母的管教呢 对不对 说说在孩子的人脉交际方面怎么样呢 要管着他 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交 交一些好的正能量的朋友 不要胡同保用都交 那是不是呢 我们把这个 印星的能量 就给用上了 对吧 这个呢 也是通过这个多的元素 我们呢 该怎样去解决 从五星的角度 我们要解决最多的不利 和最缺的 我们要把它给补上 那么这个就是环境风水的指导了 第一个 比如说孩子的学习 我们呢 从文昌位去考虑 从食神组合去考虑 如果说财运 对吧 我们从食伤生财的角度去考虑 从 因为这个油金 毕竟它要刻 它的命局里面存在的 我们通过风水呢 让这个油金呢 使去作用 这就一定要做到方位上的一个定位 风水物选择的一个精准 再加上呢 特定的方位呢 我们也要让这个仪木旺起来 不仅呢 把油金给刻掉 也要不让这个仪木给旺起来 这样的话 才会让财运的财源更多 这就更好了 对吧 这是风水环境 那比如健康方面 对吧 我金是刻木的 那么木呢 代表肝胆 那么我健康方面呢 我就要加大什么样啊 化解 化解这个油金 刻一木呢 这个能量 然后呢 让我肝胆好起来 那么呢 就是尽量的 行为上就是少喝酒 对吧 因为呢 咱们分析了 人水加上油金 水 三点水加个油 就是酒 加上比肩人面交际 就是应酬不断的喝酒 所以少喝酒 那在风水上呢 我们也通过一些方法 对吧 去改变 去改变 让这个一木呢 不受克制 这样的话 肝胆 从个弥补条理的方向呢 也得到了弥补 所以说 我们所有的预测 都是为了发现问题 然后呢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那么人生呢 起起伏伏 就这么 七八十年 一万多天 所以说呢 我们呢 有些东西呢 我们就要结束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 珍惜时间 找到有利于发展的方位 方向 这个方向 包括地域的方向 事业的方向 感情的方向 去避免这些弊端 这就是我们算命 对我们人生发展方向的一个指导 比如说你要经商创业 求财 那么呢 就做更远的 更远的地方 临着一马 带财行 本身就是远 在粘柱呢 又是远 在远的地方求财 财运就非常好 那么感情上呢 注意呢 晚年四十多岁的时候 容易出现桃花 所以在感情的选择上呢 这就要注意规避 注意规避 等等了 这些就是我们整个命局分析 对吧 怎样分析我们八字命盘 通过圆命局的分析 大运流年的分析 动静结合的分析 站在化解的角度的分析 站在专项的分析 对吧 我们用不同的理论去分析 好了 这节课讲解的呢 内容比较多 如果说刚开始听的话 听不懂 不要紧 因为这是呢 八字绿命 实战的一个核心 那我像平常给客户绿命 怎么讲呢 就讲这么多东西 这个呢 下来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了 所以说呢 命理呢 包含更加细节的 只不过呢 因为篇幅和难度 大家理解程度不同 忽略了 主要讲了最重要的命局分析的这些方法和思路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节课 咱们再见 下节课